在同一个次元相遇不是偶然 大家好 我是许医师 塞斯心法不是提到 每个人内在都有我们的 爱 智慧 创造力 喜悦跟神通 神通其实就是内在的 潜能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使用这些心灵 或通灵能力 来过身心灵 平衡的灵性生活 好好的来出差 旅游 学习 考察 兼玩耍 这里其实隐藏着一个 人类起源的一个秘密 人类自我意识的设计 本来就是要让我们向外求 以便我们把这个物质实相当成是唯一的实相 所以我们会去探索 北极 南极 会去发明飞机 轮船 内我 创造出这样的外在实相 关键 关键来了 当自我意识开始 全力以赴的为了生存 为了好奇 而探索整个地球 藉由向外 发挥它的能力 其实 最后要导向的是 外 即是内 包括我们的外在感官 各位 眼耳 鼻 舌 深 探索外在实相 外在感官的使用到极致 它会 通往内在感官 第一个是时间 人类每两千年一次灵魂的大轮回 第二个 现在这个世界 各位应该感受到 通膨 物价上涨 大家生活越来越辛苦 所以 自我意识 在对外在实相 有一个 安全感 探索之后 它慢慢会 打开内在的 心灵能力 以西方宗教来讲 他们称之为 基督 在灵 以东方的宗教来讲 叫做 米勒 降世 而这两个都代表了 目前的人类 正在一个 很重要的瓶颈 因为自我意识 对外在实相的探索 已经到了一个 关键点了 所以 是他开始要知道 且使用内在的能力 举例而言 比如说台湾跟大陆 的紧绷的关系 会造成 两岸 心灵能力的提升 也许在 可能发生战争的 最后一分钟 突然产生 能量的转移 有可能是一个 伟大的心灵的爆发 有可能是一个伟大的 发明的 重现人间 有可能是一个 岛屿的浮现 你觉得这个世界 最近为什么会 气候异常 为什么会 有极端的气候 台风一个比一个大 其实这都是我们 内在的心灵能力的 展现 而内在心灵的展现 也会带给每个人 心灵能力的提升 所以 现代的人类 其实他的心灵 正在一个快要 觉醒的一个过程了 觉醒的过程 所以 才会有 类似像赛斯心法 这样的概念 传播到人间来 也会有 你跟我 我们现在在探索 这样的一个主题 比如说我们 基金会有在做 心园丁 同理心的训练 当同理心 使用到极致了 它就会变成 第一种 内在感官叫 inner vibrational touch 所谓的 内在振动性 触觉 而开始 感觉到 我们跟万物 都是一体的 感觉到 我们就是天上的 飞鸟 感觉上 你就是你们家的 宠物 感觉到 你变成 三河 大地的一部分 而你也可以活生生地 感觉到 另外一个人类 他内心 真实的 感受 你知道 可是你 想不想知道的 更多 你看到 你想不想 看得更深入 或 看到 且成为 你不只是 看到一个人 而是 你看进了 他的内心 或 成为了 他 凡 你所看到的 你皆 可以 深入地 透过 inner vibrational touch 第一个 内在振动性 触觉的 这样的一个感官 而体会到 你 成为 万事万物的 一部分 第二个 神通 内在感官 称之为 心理 时间 当进入 心理时间 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所有的物质 的时间 只不过是 内在 时间 的 显现 就好像 这个 仙霞剧里面 我们在 天上 这个 一天 人间 过了一年 的概念 好 那么所有的 物理时间 都是 如梦 置换的 是自我意识 集中 焦点 的结果 当自我意识 获得一定的 存活的保障 跟安全感 它就会开始去 探索 跟接受 它是谁 它从哪里来 它更大的根源 是什么 来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是一个 被收养的小孩 长大之后 你会想要去寻找 自己的亲生父母亲 一模一样的道理 所以当自我意识 来到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被 孤单 孤独地 向外 推 环顾四周 觉得自己 哪里来的 我是谁 但有一天 我会去寻找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这是灵魂的本质 举个例子 有一天 许医师早上 醒过来 我突然 明白了 所谓的 出生前的 灵魂蓝图 原来是我在 出生前 挑选了 我这一世的个性 原来是我在 出生前 挑选了 我的父母亲 原来是我在 出生前 挑选了 我的兄弟姐妹 甚至原来 在出生前 我挑选了 我此生的 命运 来作为 激发起 我的全我 最大能力的 挑战 就好像 鲁伯 赛斯书的 传递者 在投胎前 选择了一个 爱 挑剔的 逻辑的 头脑 因此当赛斯资料 传递来的时候 鲁伯以一个 理性的态度 去质疑他 其实这个质疑 也是在鲁伯 投胎之前 预先选择好的 因为他知道 他会 通灵 可是他不能像个 撒白甜一样 通灵就相信了 一定要去 质疑他 一定要去 用头脑 明辨他 不但为了他自己的 圣思明辨 也为了所有 赛斯读者的 圣思明辨 所以鲁伯在 投胎之前 也预先 选择好了 这样的个性 充满了好奇心 大胆 又谨慎 敢于勇敢去冒险 又敢很强烈地来 自我质疑 使用他的头脑跟理性 严格地审视 赛斯说的每一句话 就好像 威廉·詹姆氏 美国现代心理学之父 他在出生前 挑选了他 想跟这个世界 保持距离 成为一个观察者 这样的心态 结果后来投胎之后 这样的心态 却有一点 变成了忧郁症 因为忧郁的人 就把你跟这个世界隔开 可是其实你最原始 灵魂的目的 不是为了得到忧郁 你只是为了 回到你的世界 而跟这个世界的 主流 保持距离 不被这个世界的 所有的观念 所席卷 藉由忧郁 你可以安静地 沉思在你个人的世界 这是投胎前的决定 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给忧郁的人 贴上一个标签 那当然贴标签的就是 心理学家跟精神科医师 就是我精神科医师 所以我们一般的医学 习惯把忧郁 称为是一种疾病 但是忧郁在其 投胎前的灵魂的生命蓝图 是否有其最原始的初衷 跟目的吗 是不是有 为什么 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 比如说秋冬人容易 比较沉浸下来 那沉浸下来要干嘛 第一个 我可以更靠近我自己 第二个 当沉浸下来的时候 我不会很喧哗地去 追逐party 追逐世俗的流行 追逐其他人 共同认同的那些价值观 我就能够 比较脱离众人所认同的 那样的追求的方向 而比较回到我自己 我就能回到一个 比较清明的观察者的角度 而陷入一个比较深的沉思 也许所有得到忧郁症的人的本质 其目的都是灵魂 想要更思索他的初衷 而根本他的初衷 不是一个疾病 只是后来我们自我意识的扭曲 跟我们所谓的心理学跟精神医学 对他的一个不够透彻的认识罢了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忧郁症的患者 也许你不要急着给自己贴标签 也许你可以来问问看 我最原始的灵魂的生命蓝图 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正向的目的呢 自闭症的人 最近有一部很火红的韩剧 叫《非常律师》嘛 第一个 自闭症的人也可以是智商很高的 第二个你有没有发现 自闭症的人他常常在自己的世界 而且他不太能够去同理别人的感受 好那各位 他真的是一个缺陷跟疾病吗 当我不太能够去同理别人的感受 是否意味着 我也不会被别人的感受所动摇 我们大多数的人不是一辈子都在在乎别人的眼光 在乎别人的感觉吗 我根本就不知道别人的感觉 那我不是就可以回来做我自己的吗 而且自闭症的人的特色是他不看你的眼睛 他不看你的眼睛 因为我不对你跟你的眼睛对到了 我就不用去符合你的期望 我就可以不在乎你对我的眼光 然后当我在我的世界里面 我不是更能靠近我自己吗 那对比这个世界 我们都在向外追求 符合社会的价值观 符合别人的眼光 那自闭症的人不是更容易能够找到 听到自己内在的声音吗 所以你说他是一个疾病吗 他也是一个灵魂使身的设定 为了矫正过去的转世 他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了 与其你说他是一个病 你不如说他是一个灵魂先天的选择 对 因为我们太喜欢说人家有病了 其实根本就没有病 OK 其实就要问各位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在投胎之前 选择了你今生的个性 你为什么选择投胎到你这个家庭 而从小到大面临了 所有你面临到的命运 你是否想过 其实你是为了你自己 灵魂更大的成长跟挑战 而预先选择了自己的性格 家庭 甚至 所谓的先天性的疾病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跟我们的灵魂 和解了 了解了 到底我们的灵魂要做什么 而透过这样的一种理解 灵魂的目的 我们就可以开始 释放我们内在的创造力 就像我们出国 先做好出国计划 但可以下飞机就改变形成 投胎前的决定 做决定的是自己 那当你领悟到 为什么你做这个决定 你当然就可以改变了 你连做决定的是谁都不清楚 那你怎么改变这个决定呢 那这也是我们 为什么要探索内心 所以通灵的意思是 我了解了 出生前的蓝图 是我做的 我也了解了它的目的 对 那当我明白了 我就能改变它 对 2000年一次的大轮回 一定是自我意识 我对我的安全感 跟存活 跟个人性的一个 确定之后 它就可以扩展 来我再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50年前的小孩 跟现在出生的小孩 哪一个对他的个人性 展现的更明确 一定是现在嘛 现在的小孩 从很小就知道 他要的是什么 当个人性的确定之后 他就可以去体会 别人的感受了 当我知道 我是谁了 我确定了我的立场 我不会动摇了 我就可以去知道 你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它是代表 人类的 个人性的 确定 跟发展到一个 一定的 程度之后 这个内在感官 就出现了 这也是一个 探索的欲望 举例来讲 古人 哥伦布 想探索新大陆 后来我们人跟人的关系 我不会只想要 知道我是我 我也会想知道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我也会想知道 你的感受是什么 因为当我确定了我自己 我就可以 把自己延伸出去的 就是 当这题数学我会了 我就可以去教别人了 它就是扩展的意思 或是我对我家的院子 已经熟了 我就可以到街上去 探索未知的世界 现在的人类 也开始注重 所谓的冥想 因为当我在冥想的时候 我可以进到我的世界 当我进到我个人的 小世界的时候 其实我是可以 无忧无惧的 当我开始发现 我能够 像自我意识 投入外在实相 投入外在的 钟表时间 一样的 我能投入我的内心世界 当自我意识 获得一定的安全感了 当他明白 外在实相 是来自内心实相 我们开始探索 内在实相了 就如我们之前提到的 我们同时可以 收到 内在心灵 给我们的灵感 叫通灵 打通 内在的 灵感 同时 我们 内在的 内我 也准备好了 所以各位 不是只有你在这里 想通往 内在心灵 你的内在心灵 也想要让你知道 它的存在 你的内在的心灵 你的内我 也透过你的梦境 透过你的灵感 而让你 进入所谓的 高光时刻 新时代赛斯教育 基金会 一直在推广 我们的 有声书的APP 跟这个 冥想的APP 好 包含在 最新的 一集冥想 徐医师会 跟大家说 你如何用你的 心灵能力 先把你 呼吸的空气 变得喜悦 当你把 喜悦的空气 吸进来的时候 你就开始 疗愈 你的 身心 因为我们忘记了 物质实相的本质 内在感官的使用 包括 真正的通灵能力 都是建立在 喜悦的 基础上 所以 让我们 先把空气 变得喜悦 再把喜悦的空气 吸进你的全身 好 希望大家 都能喜悦的 过每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